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分享一个数字的一个状况 我们都知道悬空飞行里面 二黑跟五黄 二黑跟五黄这两个都是不好的 二黑是并星 五黄是衰星 两个都很差 那来讲的话 在悬空飞行里面 他就最怕一种组合 就是二五交加 二跟五 是在同一个宫位里面 那这样子二五交加 他最容易 他严重的时候会损人口 二五交加损人口 来说的话 他其实大多数不会到那么严重 但是他会让一个人的运程一路往下 这是我有碰过的 我有一次在帮人家刊载的时候 这是一个保险业务员 他找我的时候 他就说他搬进来的时候 每况愈下 原本年收120 过来隔一年变60 当他找我去的时候剩30 我就跟他讲 我们帮他测量完方位以后 再把悬空土排出来以后 他的大门刚好二五叠在一起 二五交加就很差 他每天要在那边进进出出 进进出出的 所以在这一种情况下 他的一个运程就一路往下 一路往下 所以各位不要小看二跟五 这两个数字 二跟五竟然是一个大忌 他竟然是一个大忌的时候 各位 你家中的一个摆设 你就要去注意 家中的一个摆设 尽量不要二跟五的这一种数字出现 例如灯光 摆两盏或摆五盏灯 那你单一个数字 你会觉得没有啊 没有啊 就二而已啊 二五啊 他也不会出现什么事 但是你要知道 每年那个流年盘 他是会变化的 他每一年都会跳动一次 那假如你这边两盏灯 这时候刚好五皇飞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二五交加 哇 无形中 二五交加 他会让你的气场不好 你就在无形中被 变成的是二五交加损人口的这个组合的时候 你的运程就莫名其妙的会往下 会莫名其妙的往下 所以数字来讲 各位你要去看看 你家四周 有没有二或者五的一个摆设 假如有的话 把他改掉 不要有二跟五 两个东西 就是我们很喜欢说 买一个 那个 光明灯两盏 或者是要吹桃花 他就买一对鸳鸯 那都是二 结果五皇飞到 二五交加 刚刚好 那几个月 或者是那一年 他就发凶 所以各位 你要去看看 你家中 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二跟五来讲 并不是一个很好 那这个状况的话 各位 房间内比较无所谓 他是在客厅第一太极 第一太极 第一太极就是你开门进去的第一个空间 他就是气场在第一个空间里面旋转 所以你的房间都是吸收第一太极的气 所以你只要在第一太极里面去注意 有没有这一个现象 你要怎么 就把你的第一太极客厅 客厅你把他化作九等份 九宫 然后你去看一下 这边有没有两张椅子 哎呀 这个就不好嘛 我就把他盖成一张 或者是三张 这边两个灯火 那我就把他改成三个 就像这一种的情况 那以免 对不对 假如直白飞轻他来啦 今年八路中宫 八九 一二三四五六七 结果 这边是2 这边是5 结果你加在这一边 对不对 这两张圆珠 二二 二二 那你也知道 这是很凶的 二二 五五 二五 五二 这四个数字是不好的 尤其是以二跟五在一起更凶 那这两个在一起 他也很凶 他是次凶 所以你看 九宫他假如在这一边 你摆了什么 两台电脑 二五交加 哇 这个位置 今年就会特别凶 这个位置 二二 变新 就会出现 所以各位你要去了解到这个 所以你要把每年的一个榴莲盘 你必须再看一次 所以在今年的一个榴莲盘 我们要知道八路中宫 八九一二三四五六七宫 所以今年的二黑跟五皇 这边是西南 这边是东北 所以你要把你的第一太极的西南方 还有东北 这两个位置 你要去找考看 有没有二跟五这种数量 同样的东西在那一边 有的话 你就把他移开 移到旁边去 不要放在一起 不然的话 有的时候我们都会用说 宅 宅的身杀方去配合 那个流年土 但是其实 还有另外一个状况 就是流年土去配合到实体物 他所产生的这一种凶性 这是比较 一般人会忽略的一个点 所以其实二跟五 你要去看看 你家的东北这个位置 我说 我有在第一太极客厅就好 你不要把整个家都拿进去看 因为 那个九宫来讲的话 以第一太极为主 他不是把整个房子纳入 很多人很喜欢把整个房子纳入 其实没有 他是第一个太极点为主 所以你去看你的客厅的东北 还有西南这两个位置 今年凶星到零的时候 有没有二跟五相关的物品 把他移开 所以要记得一件事 二跟五永远都不是很好 二跟五永远都不是很好 来说的话 你假如害怕的话 其实我们知道九宫跟星里面 他有几个是不错的 一六八 我们讲的一路发 那你就可以用什么 用一 八太多了 一跟六可能是你可以选择的一个数字 一跟六 一跟六 所以就算是凶星他到零了 因为他最少他是极星 一六八都是极星 所以他会去比较中和 中和这个凶星的特点 不会那么凶 那等下 假如极星在盗零的时候 他就会再去加强他的一个极的一个效力 所以各位 你就可以用这一个数字 一六八 一六八 那记二五 所以说各位在这边 极的数字是一六八 凶的数字是二跟五 当然还有其他的 3、7 这也是凶星 但是他的一个凶 凶的程度并不是很强 各位 他的凶的程度不是很强 也不是很明显 我们都当然就是以最明显的那一个来讲 所以说各位 你要知道说 原来数字的一个 家里的数字极凶是可以配合 玄空飞星来使用的 也就是说 我们就可以看到 今年正西、正东 这两个位置是好的 你就可以在这一边 摆一个不错的 可以一个会动的东西 来帮忙 来催旺 一个电视机摆在这里 也可以 你也可以在这边摆 都可以去催旺他 那来讲的话 极星 除了是数字以外 他也代表方位 所以说就是东跟西 那凶星尽量就是 连数字都不要去 那个除了禁止以外 胸到达的位置 除了在那边不要去禁止以外 连数字都不要配合到 那极星的话 不一定要用数字 像这16 这两个位置是可以用的 你就可以让他动起来 极星要让他动 这样他会产生极的气 所以要用 所以说来讲的话 极凶两个不太一样 这个要必要禁 这个要动 这个要动 这个是两个不太一样的一个点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